在娱乐圈里 近期李湘的大名可谓是无人不知 毕竟他在娱乐圈里是女王级地位的存在 当年他参加节目打开冰箱的门时 震惊了所有在场的观众和网友 这也让他在娱乐圈里的名声倒开 一时间他就和各种豪宅上了边 不管他们平时的生活怎样 但是人家有条件 当我们有了条件以后 相信也会是这样的生活 妈妈在娱乐圈里的名气这么响 女儿肯定也会受妈妈的影响 也是名声倒开 近日 他的女儿王世玲迎来了他的生育 妈妈在网上发文 为自己女儿庆祝生日 生育快乐 我们的心干干 从配文的这些字里就可以看出 妈妈对女儿是各种的宠爱 女儿出生以来每天所生活的条件非常的好 妈妈的教育观念就是把所有最美好的东西拿来献给女儿 使得女儿从小的生活条件就要比别的孩子优异很多 照片中女儿身穿红色针织衫 偷戴红色的把甲 站在爸爸妈妈的身边 一家三口非常的有爱 从照片来看女儿长发披肩 非常的温拉可人 在她的身上已经有了大姑娘的影子 从脸上来看少了一丝湖泊 更多了一丝大姑娘的寒蓄 照片中母女两人都瘦了不少 但是爸爸在照片中的样子看起来 多少有点沧桑脸 头上的头发花瓣 这让她看起来比妻子要年长很多 在前段时间 爸爸在外爆出了负面新闻 如今妻子所发的这些照片 无疑是对外界猜测他们 关系的一种最好证明 可以看到一家人在一起 还是非常的和睦 难道明星会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哪怕是为女儿付出的多一点 起码李湘从来都考虑自己的实际经济能力 各方面的支出没有超过自身的能力 每年到了女儿生日的时候 李湘都会有不同的表示 而且给女儿过生日 晒出来的照片都会有所不同 明星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对于子女的影响都会有 但是作为妈妈肯定希望把最好的贡献给女儿 到了女儿生育的时候 母亲有所表示肯定可以理解 照片中的王诗玲真是越长越漂亮 然而有一些网友则表示 父母的基因非常好 女儿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 现在的王诗玲的确各方面都比较优秀 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 看来李湘对于女儿的培养方式不再遭受那么多的质疑了